其實今天後面的同學,我一直想說,上課裡面有桌面,那其實之前我已經請系上的助理,已經搬了很多張黃色的椅子,都在旁邊了,便利的房間就有,至少現在還有幾張椅子上,給我同學都有點偷懶,不想拍,然後,這個我覺得,就好像不是很適合上課沒有桌面。 你的感覺就會更遙遠,更遙遠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時候有時候會叫你們,自己用手稍微坐一下,因為你要從動口到裡面,你才知道我剛剛講的是什麼,然後有什麼地方你不清楚的。 好,好,那還要先跟大家講一下,因為,我這次呢,有跟護教我們的,建築護教來跟他討論一下,因為我們主要有我們的中泰部長角落,就是去的本堂很少,然後大家都其中在考試前,才想到這個建築護教。 好,所以呢,我本來,我本來,所以這次想到,就有點來不及了,所以我剛才有先跟西藏的助理長,然後也跟這個助教呢,評估一下。 好,那現在的一個處理方式呢,就是往後,好,這個禮拜之後的下一個禮拜,十二點,下課,那會先過來,好,因為我覺得每次下課之後呢,同學都有一些問題,好,那這些問題呢,當然一位同學,接下來一些是財管系的同學呢, 所以呢,一點開始要上財管,所以呢,時間,其實很多同學都會留在教室裡面,這就是負滿的負擔會來,那所以呢,其實這當中,助教其實可以在這裡幫大家,做例子的解答,尤其是,剛剛上課,夫妻有的地方,那助教呢,可以給大家幾塊的一個答案出來,或是跟大家講,原因在哪裡,到底在哪裡,那也許可以讓大家學過,剛剛上課,夫妻有的地方,那助教呢,可以給大家幾塊的一個答案出來,或是跟大家講,原因在哪裡,到底在哪裡,那也許可以讓大家學過, 主體方也變成,下課之後,負寫上面的困難。好,所以,從下個禮拜開始,十二點下課,助教會來這邊一個小時,那個,陳祥寺的一個舞蹈。好,那當然呢,每個,所以之後,禮拜二的,那個,就是,禮拜二的,那個,就是,禮拜二的晚上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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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呢,我們就暫停,好,就是說, 原則上我們先施行一段時間再看一看 因為我們本來講好禮拜一的晚上的 課導時間其實同學都很少去 那度假作在那一點也很無聊 其實一點都沒有辦法去發揮 我們當作申請這樣一個課導角落的基地跟功能 所以現在的改變方式從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12點下課放一點課教 好 建定課教後來這邊 幫大家解決問題 解答大家的問題 然後禮拜一的晚上 我們可能就暫時就沒有這樣的 可能這個課導角落就先停 然後現在一個結論是 考試前用就是禮拜二的考試 所以禮拜一的晚上 考試前的禮拜一晚上會有課導角落 那考試前的禮拜五 好 也就是說呢 我們下次是十二月三號的考試吧 好 十二月三號的考試 十二月二號那天有課導角落 禮拜一在晚2019 然後呢在禮拜五就往前推 大概應該是十一月二十九號吧 在禮拜五晚上也有課導角落 這個禮拜一開始 這個禮拜一開始 那個要搬椅子的話呢 在我們那個還有位置可以搬 好 我們就呢 今天六號 今天六號嘛 今天十五號 十二號開始 十二點到十三點 好 會有課果 就是祝教會來這邊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的十二月二號 禮拜一 好 十一月二十八號 禮拜五 好 至少這兩天晚上呢 都已經先確定 好 九六點開始 就十八點開始 到二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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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晚二零一九 那平常呢 我們從這個時間開始 再晚二零三七 就今天這個教室 會有一個寫出的課業舞蹈 好 所以呢 同學如果有任何問題 那你可以留下來 好 那當然如果 除了這個之外 好 我們先聽三十四號 就是這樣子 萬一 我們接下來 吃了兩個禮拜呢 如果十二點 像由祝教來的之後 大家都沒有問題 我想讓他在這裡 站著看大家吃飯 也不是天天好吃吧 所以也許我們的事情 兩個禮拜 如果效果不好 我們做評價 我們做評價 我們是幾號 四十九 好 反正就是禮拜五 十一月二十九號 禮拜五的晚上 跟十二月二號 禮拜一的晚上 在晚二零一九 都有中快的 課導小課 大家記住的時間 好 那我當時也覺得 上課之後 進行回答 就是一個不錯的 因為可能讓大家 回聽一下故事的時候 可以減輕很多的困惑 好 這是現實 大家講一下 成本期的話 要把每次成本 都想說 最後下課前 再跟大家講 才會忘記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想大家 今天會做得這麼滿 除了我們開學第一天之外 好像可能 上課都沒有這個樣子 那我想大家應該一起 那我今天也需要把他考慮 好 接下來有關主 所以要先進步吧 好 那我們先進行課 好 那當然 當然呢 我還是會發 只是 我不要讓同學呢 他們拿到考驗之後呢 就 散人了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 這樣子的那首點名 這個 他們考驗的時候 沒有來的 就去連拿考驗 所以就去再點一次名了 發覺人小了 又再點一次名 這個應該是 滿刺激的 可是 我想我們又不是在玩 貓桌老鼠的遊戲 這應該不是教育的 教育的目的 因為讀書是為了自己 呃 呃 那我今天就陪高手 跟他家在高手 後來找我 那 就跟我聊了一下 那 當然他當時候就有講 就是說 呃 其實他們 那一間一起進入 這個 他就是辛苦了 有很多人 但但是呢 他聽不懂是怎麼 正亡 正亡的意思呢 本來 他進入的時候 簽約兩年或一年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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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有的人是簽約一年 那所以呢 很多同學 可能約滿了就考人了 好 也就是說他就離開了 那 離開之後說 他們去哪裡呢 也許去您 也許去 搬公司 那 基本上就是 他們很順利就是 找到他下一頓工作了 好 那當然其實 最主要是 原因是什麼 因為到會計師收取之後 你其實是可以接觸到 會更好的各業 那當然第一個 也讓你的 呃 商業的嘗試 可以快速的累積 然後再者呢 也是讓大家有更多的機會 去接觸到 呃 公司應該算是有點 管理精神而已 因為呃 會計的一些相關問題 可能啊 要討論的話 會找管理精神來討論 好 所以 那你這樣只能讓管理精神 這件事 當然你未來有這個 機會 或者是有這個職業的 呃 工作的需求的時候 可能 若你表現得很好 但有些人想到 所以呢 很多同學呢 其實到了事務所之後 是當事務所師的挑戰 好 所以因為 事務所呢 呃 其實 未來的就業是更容易的 那 除了就業比較容易之外 當然是為你的心理做了加分 好 那其實很多人 在事務所的原因都是在這裡 當然 事務所是一個 工作很辛苦的地方 那我當然也說了 非常沒有不勞人過的 好 你要有前面的辛苦 你才能真 才能夠後面學到一些東西 好 也才能夠累積你的當年能力 好 為你的下一個 呃 呃 先做好準備 好 那 那他當時有也跟我想 他說 他當時有修中快呢 也修得很痛苦 他中快也重修 我發現很多重修的同學 他其實重修的同學 哎 倒是我的 比例還蠻高的 好 那他說他當時有修中快 也修得很痛苦 可是現在覺得在課 只是呢 沒想到這個課程 給他很大的幫助 因為有修了中快之後 讓他有 呃 機會到事務而去 好 那所以呢 也要對大家講其實 道事務所 呃其實很重要的一個門檻之一 好 就是要所謂的 中快的學問 好 他到什麼地方現在修過中快 好 那他 那我跟他提到說 因為我們 我現在進行的地方 就我說 其實我去接這個行業工作的時候 當時的問題就是 我一直想要 呃 幫同學找到更多的實習機會 那我就想到說 他們事務所有沒有實習的 呃 他們說 都有啊 嗯 但我說這個 呃 因為我們只有目前來講 只有安永 跟我們 這個 比較密切的合作了 好 那其他事務所呢 好像都是 尤其是他會去的滿少的 好 然後就跟我講說 呃 中快呢有點缺點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不叫快機系 好 所以很多呢 事務所呢 其實他在真實習的時候 一眼就先看一次快機系 那所以呢 但是我們 呃 因為一般的財經 不見得中快是異修 不見得一定有修過中快 所以他們曾經說 那個 也是他事務所之後 也是聽說 呃 有財管系 呃 不是財管系 不是財管系 可能是氣管系的一些學生 然後有可能 呃 有幾個 就是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幾個是多少人 好可能3、5個人 10個人左右 然後就是提了這個 那個執行的這個申請 好 那但是呢 九手都沒有下文 好 所以基本上後來有個老師打電話 就問了之後 他們馬上拿出來看 好 然後最後一個小時候 錄取他們 來當實習生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們一看 你不是財管系 你不是快機系的 他們就完成 沒有進入第2個階段的審查 好 第一個條件 他會認為理事財經 有可能 你沒修過中快 那快機系 你沒修過中快 這一定的 好 所以呢 呃 他通通會錄取的一定是 這些同學 一定有修過中快 因為他最基本要求 就是要修中快 好 所以 也跟大家講說 中快是一個很重要的課程 好 那再想到 我們其實 呃 有提了一個案子 說 有辦法中快改為選修 好 那當然 因為我是上快機的課 好 所以他那個西族的部門 我說我都沒有 一直見 好 可是我說我先想一下歷史 好 我們之前呢 呃 先是中快一項 就是財管系的日修 好 那後來呢 在 過分系之後呢 呃 的第二年 我們我要改成制選修 原因是因為 如果要買過過分系 因為過分系是 三年級才分流 但是呢 你要分流為財管系是前提 就一定要什麼 要修過中快 所以變成中快就跟很多學生 好 那開成兩單 但是 呃 我們財管系的西上的 會計老師 沒那麼多 所以要減輕 所謂的teacher note 就把它改成制選修 好 那之後呢 不分系完的下一屆 就是現在四年級的學生呢 這一屆進來 之前我們又把它改為畢修 因為 就是財管系 一個很重要的 課程 好 那因為其實 我們之前也做過很多的 校友的問卷調查的時候 他們也認為 有這個中快的課程 其實對他們的 在未來的工作上面 幫助很大 好 不管你是到一般的公司 當裁判 或者是財務人員 或者是到證券 這個或者是投資公司 都一樣 他們的中快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 又把它揮護為中快 是畢修 好 那國內提案呢 大概最主要的一定的原因 是因為有同學去 就是 也許是導臣約台之類的 我不知道 就老師聽到這個同學的聲音說 中快好難喔 真的好痛苦喔 他已經一休再休都過 好 那所以就提出來說 要不要把中快才能夠選修 好 那但是呢 我們身上很多老師都認我的 所以就提出了 我們就已經有很 大家很熱烈的提出 也不是討論 也就是說 這些人生他都在講 為什麼中快很重要 好 那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財管系其實能夠 因為在提這個案的時候呢 其實有去比較捨會一下 其他的國內一些 區民大學的財經系 他們的中快都是選修 好 所以下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 我們要創造出財管系的特色出來 好 不要說其他的學校的財經 中快是選修 我們就真的是選修好 這是第一個 我們要自己的特色 那第二個呢 其實也提出來說 之前有做了校友問訓的時候 其實那個校友都認為 中快是很重要的 好 因為至少對於 未來的工作職場上面 都很有幫助 好 但另外呢 也有老師說 同學都是這樣啊 柿子飄軟的吃 那比較 中快點 本來就是比較硬的課程 尤其是會計是比較硬的課程 所以同學說 如果不擔心 不用心的話 其實都很困難 修過的 所以我們應該 一種種學生 那有一個老師就想說 很好玩 如果這樣的話呢 如果中快改為選修的話 那以後我們的 柿柿的什麼 財報啦 財管啦 然後呢 經濟啦 還有統計 都都改成選修 好 讓大家都很開心 很容易就畢業 大家都去修一些那個 這個課程 很容易過的課程 他們很開心過 畢業之後 你都不是 畢業之後是大家自己的事情 怎麼去 在職場上面去找到你的競爭優勢 就自己去負責 好 就是一個開玩笑 因為 我想同學呢 在 他沒有這種所謂的 生死存亡之境 你會想到 我現在這樣做 對我未來有什麼影響 所以呢 我想 我想同學 在還沒有認真去思考你的未來之前 我想老師的一個責任 就是幫大家去一再的去提醒大家 就是幫大家去 基本上的 能力先幫你什麼 建設 或者是幫你講 武器 那你回去之後 你要做什麼 就你自己有一些基本的技能了 好 這是 談談昨天 最近呢 就是 討論的一個 跟中快有關係的事情 好 那當然我是要跟大家講 說 做了這麼多的消毒 但因為我們這次考試 不去很好 好 好 那其實我已經很用力去 都是課本上面的 題目比較多了 大題目 就是比較大的題目 也是我記得我出了兩個 比較邊緣的關係的 好 嗯 應該都是個課本 都是個課本出來 好 所以呢 我已經很用心去 不要把那個 呃 大家沒有做過的 好 其實呢 其實其他雖然不是從課本的題目裡頭出來 可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好 我今天完全去克制自己去創造一些新的 欸 題目的一個動 衝動 因為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 欸 把兩三個題目把它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題目 好 那我覺得真的你如果去外面工作 不要說考試 你在外面工作的時候你碰到的問題 就一定至少是這樣的一個形態 你不能只有單一的思考 好 那不過呢我想 也就讓大家呢 這個先不要那麼打擊大家的信心 好 那我已經很用力做了 可是大家也要根根的用力才行 那 當然我說了 嗯 像我們這次下學期在排下 我們現在要排下學期課 那我跟系上的助理說 因為這個雖然是中塊1是學期 中塊2也是一個學期課 那我說中塊2呢我相信前上是203D的教室 那說雖然現在呢 教室看了203D是不夠做 可是我說 我可能預期 我可能預期得到呢 到2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同學就不休了 好 那所以我想下學期 今天教室應該就可以滿足 就可忍受的需求了 好 那但這是大家的選擇 好 都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自己只要想好 你自己想要走的路 我覺得都是很OK的 最怕的是不要 欸你好 沒有去努力 碰到一個瓶子 就算了 那我相信你走 是走每一條路 一定都會走得過去 好 那你什麼 什麼都沒有學好 那就是 有點遺憾了 因為等你畢業離開學校之後 你要學習任何東西 你就要付費了 你就要付費了 所以我一直在講說 在學校裡頭其實是 資源最豐富 那你可以怎麼 最好 這個利用在學校的這些所有的資源 來增強自己的實力 跟自己的能力 好 所以待會兒呢 我們再來檢討一下 課程的討卷 那我這次也跟書家講說 他改的時候 有幾項那種編表 那其中有一個書家就說 他因為從其他學校的過來 他說改討卷 是 我說他們以前在學校裡頭 老師改討卷 最後編出來錯的 刷就過去了 二十分就沒了 好 那我說 因為我之前也 一開始上課的時候 教書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 好 但是呢 同學就會反應說 那因為編表過程裡面 總是有一些些的 小小的地方 你可能 觀念不清楚 就做不出來 那最後的幾乎 就不會正確嘛 那就有同學講說 那我有讀書 跟完全沒有讀書 得到的分數 也不一樣 那我想想 但考試的目的 就是 我覺得 學習的目的 不是為了分數 那當然對學生來講 分數就是分數嘛 分數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也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 正在融合的聲音呢 所以我也做了一些調整 我說 對啊 因為同學這樣講 我現在也有道理 沒有讀書 跟沒有讀書 結果 因為你讀的時候 沒有讀得很透徹 但是 而導致最後的結果不對 但是 結果 最後的 那個out comes 跟完全沒有讀書 就是一樣 所以這樣也是好像是 百相的鼓勵 對我 所以我開始裡面 都會吸下去 是忌分 但是我說 你不要兩千人的習慣 但是在學校 常常講說 你在遇到淡錯 你是不是會原諒你 學校就會免勵成毀 這是一個教訓場所 但是到了外面工作場所的時候 他完全不去這裡 當然 你如果去外面考訓的時候 你最後的結果是錯的 你不要去奢想 老師呢 岳俊老師會在當中 看你寫那麼多 或是幾 其中呢 你其實很多的項目都寫對 只是消失去某個地方的錯 他會給你 來 根本說這個通情分數 你會給你點的語氣 千萬不要做這樣的一個假想 為什麼 尤其你去外面考試的時候 看一個老師可能 月片是幾百分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 有那麼多的時間跟精神 去幫你一個個看 他一定是看最後 最後對了 他在裡面 是雞在裡頭挑苦頭 你就算最後答案是對 二十分是對的 可是他一定會從裡面 你這個卓系寫得不太好 這個卓系寫得不太好 你扣著 卓情跟你扣著幾根 這是常有的情形 可是如果你最後的結果是錯的 他不要花任何意思 所以你在外面 就是你出去外面的時候 你要想外面的環境 外面的評估你是這樣的方式 所以你不要去拿在學校的一個 學習狀況或者是經驗來去套用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那個書家就說 他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改文書是這樣改不錯嗎? 但是我們現在的出品當中 也是這樣 所以請他辛苦一點 你力度的去看 細想去看 然後做一點 對 這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我們其實有做 在文書上面有做一些 很合理的評估了 好 其實待會兒呢 我們再來把考驗來檢討吧 好 那我們今天先來講 廢話就講了三個小時 好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第五章 好 審法書 好 第五章呢 其實我們做的中塊裡面呢 其實有 尤其是上策 上面有二分之一 這個部分 跟我們的出派就講的 是一樣的 好 所以剛剛我們回想一下 除了第一章 第二章講報表 審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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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之前也講過 我們現在只加了一個什麼 營業跟中文營業 好 那再來審議 現在審議表 審議表 其實下了什麼 兩個 好 其實前期審議調整 我們之前也講過 只是多了一個 會計原則變動的一個 就是為了這個 第三章 資產負債表 幾乎沒有什麼 沒有加什麼東西 資產負債表呢 其實在我們之前就已經有講到 累積其他中文營業 當中文營業 那麼多的會計特務 好 或者那麼多的交易 審議出來 所以假設說 假設你之前都沒有講 好吧 資產負債表 多那麼一點點多的出來 其他記錄也什麼 好 好 那再來講第四章 我們就比較新一點 因為之前呢 但是新也不是完全當中有概念啊 因為我們在講公司在發行價格的計算的時候 其實就用到第四章的概念啊 所以呢 第四章就是把我們之前所講的 公司在的發行價格 為什麼是降過來的 再跟大家做一個更完整的程式 也就是說 不是在公司在發行的觀念上會用到 而其實未來其實大家的生活 日常生活或者是自己在做個人的財務評估 或者是在做個人的很多的決策的時候 其實都呢 都可以去做判算的 好 這是第四章 好 所以前面呢 前三章 前面呢 有四章先前面的三章來講 而第一章也是有啦 好 你說會計的原則啦 假設啦 等等 這個其實在我們出版面講過 好 所以講這四章 第四章裡面大概 至少二分之 甚至三分之二 都至少我們出版講過的東西 好 第四章比較多 是出版面的單獨去講 是這個觀念 我剛剛已經講了 其實我們之前都已經有講過了 有用過這個概念 好 所以大概呢 有將近三分之二 去講過的 好 那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 第八 第九 好 到無形之下 其實大概至少也有二分之一以上 好 二分之一以上 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所以只有什麼 好 其實只有中塊二 就是中塊下學期的課程 比較多的章節 也是初塊沒有提 好 所以中塊上 就是中塊一的地方呢 其實是幫大家 把初塊所講的東西 把它更加強 或者是更完整 好 那到了中塊二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比較特殊的議題 好 然後是跟大家做特別的探討的 好 昨天有個老師講的很有趣 他說 如果修了初塊 不修中塊呢 好 那你就是設想 畢業的學生呢 這個會計的程度 只能去幫掌握電機之上 好 那如果以後呢 他還想對大型一點的公司 比較喪失商會公司的話 恐怕就沒有辦法了 好 那中塊呢 他的議題 為什麼會比較難 或者是複雜 因為他的交易內容 就比較複雜 但是就是很多大公司 可能會碰到的 被發生的這種交易 好 所以呢 這個是為什麼 在中塊裡面 為什麼很重要 好 因為我們都要去設想 未來的洪水 也必不會是在什麼貨電 貨電力修上幫他們計計帳而已 好 大家應該是有更 呃 你不能說大公司 才有更大的發展 而是說 你會面臨到 未來的工作環境 我們應該不是一個 這麼簡單的一個 商業條件的交易發生而已 好 所以呢 這個是中塊呢 為什麼很重要 好 那我們剛剛講說 中塊 他接下來講的 五六七八九 就是十 流動負債 長期負債 他大概都跟初恆有沒有講過的 沒有太大的時候 他們大概多一點點 流動負債幾乎沒想 跟初恆差不多 幾乎內容是差不多的 好 所以呢 我先這樣講 就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你不要把他讀好 完全不是很困難 在於你要不要花力氣地讀他而已 流動負債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看你要不要花力氣 好 六 沒有說 沒有比較更多 就不想 這是自己給自己一個台階下 然後這樣子的說詞 也是很對不起你的父母 因為他把你生得那麼健全 那麼健康 然後你把做不好的事情都推到 因為我的智能不好 因為我的智商不夠 好 那其實都不是自己的推脫之詞 好 所以我們今天要開始講第五章 所以第五章裡面呢 其實有至少也是一半 是我們初恆講過的 好 那第五章要講現金跟應收款項 那首先我們今天要談的是現金的部分 那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我們剛學到的現金 談了些什麼 你初恆裡頭想像得到什麼 我們在現金的時候談了些什麼 好 你會想在那個章節裡頭 大概提了些什麼東西 一則 好 我看你做的姿勢 怕你不小心睡著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初恆的現金談了些什麼 隨便你想啊 現金流量 現金流量 哇那哪是在現金裡頭的 現金是我們上學期就已經提到 現金流量是下學期期末 這講到的喔 有沒有印象裡頭你覺得你現金想 講到什麼 有沒有事情在前面怎麼還來的教室呢 有沒有想到什麼 想到什麼 好 你要想一下 好 那家瑋呢 對啊 就是下學期呢 你講我們在講的現金 印象裡頭 現金提到些什麼 好 也是我們當時有提到的啊 除了這張之外 還有沒有什麼 還有沒有 思遠 談思遠 好 現今講的是什麼? 什麼? 你想一下 我們要給他現今講嗎? 還是要先問下一個 然後再回過頭來問他